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的问题是 筷子上会带来很多的垃圾 有人买一买 因为很便宜 所以客人就买很多 但是 只要有一个小货动 就立刻丢掉 心里想说反正很便宜 丢了也没让费多少钱 去思考我们的计划 然后第二步要去询问 访问改造专家 第三步就是 入班宣导收集 要改造的物品 第四步 就是要去拿木杰来的衣服 就要去做文创商品 然后拿去买 找了影片 还有一些资料 入班去跟大家讲 让大家知道了 现在快时尚 会带来给我们的危机 提醒那些 还在跟快时尚的人 就是说 旧衣服也能做很多事情 所以不必要买那么多衣服 嗯 希望同学可以将衣服 或者是已经的衣服捐给我们 我们会 发现的话 你是怕是他会再 取一个垃圾 外卖的 嗯 不能再穿的牛仔裤 改造成 呃 有杯垫 或者是手机袋 然后 我们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 这样改造 就是 就是比较环保 然后 可以改善 人家 就是 衣服 没有再穿就丢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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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到别人的衣服后 会将它做成这样子的商品 去义卖 捐 捐出去 给那些 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把垃圾变黄金 使用它 它的 不需要的一部分 变成一个 心得 可以利用的东西 可以跟同学一起完成这个成品 然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们来把一件 旧的衣服 拿去改造 让它有了新生命 让我很有成就感 而且觉得 令人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努力都是很值得的 刚住到全世界的人 那可能才做一点点 所以只能帮助到 学校或班上的一点点人 但是 如果我们的行动得到了认可 或许可以 被全球关注 让全世界变得更好